原标题 华表奖明星状态大不同 陆寒和影显苍老 谢平峰发际现后一根金鸡奖 百花奖 并称中国电影三大奖的华表奖 在8号晚上正式举行 现场星光熠熠 似乎所有娱乐圈大咖都清朝出动了 现场除了明星多 媒体记者也很多 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现场图的曝光 在这些5PS的现场图中 明星们的真实状态都会不经意地位暴露出来 景田 陆寒 陈学董代表长城剧组出席了发表奖 在后台 三人应记者的要求可照了 可是在合照里 陆寒居然显得有点苍老 因为他的眉毛用了比较浅的颜色来画 跟同是28岁 画了黑色眉毛的陈学东比起来 精神气差的不是一星万点 红毯上白板河也没什么精神气 似乎自从那简视之后 白板河再公开活动 一直都显得郁郁寡欢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灵动 神奇的是 霍斯燕这次在红毯上也不怎么想 按理来说 如果造型是走酷帅路线的话 不肖是可以理解的 但霍斯燕这条明显是很温柔的长裙 怎么样也该给镜头一个职业性假笑吧 难道是天气太冷笑不出 半指脚踏进了电影圈的杨密也出席了滑表抢 只是杨密的脸跟精修土里的脸比起来差别越来越大了 精修里精致的脸型离开了PS 瞬间被打回多年前了张芳脸 不过这一次 杨密是跟郭静明一起走红毯的 杨密站在郭静明旁整个人的比例 好的不得了 特别是腿 修长的 简直像踩了高桥一样 李冰冰跟黄博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效果 在黄毯旁边李冰冰显得既高挑野兽 看来在红毯上选对外侣真的很重要 直接影响到视觉效果 当然不是说黄毯不好的意思 在红毯上 柳颜顶着个七流还出席了 只是柳颜笑起来的时候 居然是歪嘴笑的 究竟柳颜是真想歪嘴笑 还是如今的他只能牵动一边的肌肉 红毯上汤维和同剧组的七夕穿了很类似的裙子 仿佛裹上窗帘布 就来走红毯似的 颜色上一个适试黄色 一个适试绿色 是红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跟汤维和七夕的裙子 有一曲同工之妙的是张子怡 但晚张子怡穿了一条暗黄色的长裙 还首度尝试了在男明星中逐渐流行 看来的狗肯刘海 只不过得到的评价似乎不太好 今年38岁的谢霆锋 因为红毯上打光不足 所以谢霆锋看着居然已经有点谢闲的感觉了 仔细看的话 还能发现谢霆锋的发细线 悄悄往后移了一些 对比看看谢霆锋年轻时浓密的头发 岁月果然是一把残忍的刀 曾经的马甲谢女王袁珊珊 这次出席华表奖虽然穿了一条有泡泡袖的裙子 意图遮住手臂上的坠肉 但从侧面来看 袁珊珊的手臂比以前粗了不少 看来最近的火石挺好的吧 最后